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黑一评测,我是成龙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厂商推出这种叫跑SUV 一方面呢,是为了满足年轻的消遣者对个性化、运动化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是提升自己品牌价值 那有的人会说啦,这种车型是结合了叫车的优雅、SUV的实用性 有的人会说啊,它不伦不类 那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款车型呢? 是表里如一,还是本运动? 今天啊,我们带这些问题开启本期的实驾 颜值及正义啊,现在年轻的消遣者对颜值已经达到了苛刻的程度 那吉利行乐啊,绝对算得上是一款颜值很高的产品 我们先从车头看起啊,车头使用了吉利标志性的回纹式紧续割衫 并且啊,还有这种红色色条点缀 下方采用了银色的度隔色条 它既保证了运动的性能啊,又没有豪华感的缺失 灯组方面呢,吉利行乐啊,使用这种全LD的大灯啊 不管是视觉效果,还是实际的照明效果都非常赞 那下方的进气口啊,足够的大,可以给水箱提供足够的散热 侧面导游槽呢,也是真的设计啊,可以给刹车提供足够的散热 来到侧面啊,就是星月最美的地方 大溜背的设计啊,的确是非常的好看 那轮毂呢,它使用了一个19英寸轮毂 我觉得这个尺寸放在星月上是刚刚好的 有的品牌啊,它会把轮毂升到20寸和21寸啊 虽然视觉效果看起来会比这个更好 但是你行驶起来你就会发现 21寸,21寸轮毂啊,不仅啊,硬度很硬,胎道很大 而且啊,轮毂很容易就被光滑了 那后视镜和门把手都采用这种亮色的镀铬设计 我觉得这些小设计啊,可以提升车型的精致程度 也更加符合星月这个车型定位 那创线这些位置呢,全部采用了黑色镀铬条 这种一体性也会更好 顺便说一下,这个颜色叫做亚瑟兰 和沃尔沃高性能品牌上那个蓝色啊,非常的接近 开在路上,回头率也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买这款车型啊,这个颜色我是非常推荐 尾部呢,就是星月最大的亮点了 苦配车型啊,最难的地方就是比例杆以及协调杆 像长安CS85苦配,哈佛FTS 在这方面做的就稍微有些突兀 而星月呢,在比例杆这方面拿捏是最好的 双边共四处的排气,你先甭管它排量是多大的 气势必须给营造到位 那到目前为止啊,我对星月的外观都是好评 那接下来就该说说它的缺点了 首先就是它的后备箱 啊,苦配的造型,牺牲后备箱空间啊 在所难免,我相信啊,年轻消费者也不会在乎这些 但是这个地台高度,可以看看已经到我这个位置了 我们在拿提重的时候啊,它真的是非常的费力 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它的悬挂系统太长了 虽然它是一款SUV车型啊,但是它已经超过了一拳那个距离 一滴遮百丑,这种车型如果再能降低一点 它会更有那种味道 来到内市啊,咱们同样先说优点 最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内饰,很有档次感 不论是做工还是用料,都是非常好的 不像是很多固然设计啊,只能看,不能摸 比如说这个旋钮 那种搭搭搭的感觉啊,类似于奥迪的那种感觉 包括中控面板这里 虽然是塑料材质的,但是它仿着金属拉丝的这么一感觉 并不廉价 第二个就是咱们自主品牌传统的优势项目 两块液晶大屏,科技感营造的非常到位 同时啊,车机的功能是非常的丰富 只要你平常能用到功能,基本全覆盖 包括啊,配置也是一样的 毕竟啊,已经到了这个价位了 它车机页面左右滑动非常流畅 不过有的功能需要稍微等一下 那刚才也说了,它的功能非常丰富 不过带来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些常用的功能 都隐藏在了二级或三级的菜单里 如果你不熟悉这个车辆,你很难找到这个功能 第二个缺点啊,就是它的中央扶手不可以前后调节 也不可以上下调节 那我在开车的时候呢,我手中只能垫到这一点地方 支撑性不会好 再来就是它的拉手,回馈力度偏大 并且这个质感并不是很好 来到后排啊,星月的空间表现啊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我的身高是180,前排是我的驾驶位 腿部还有一拳多的空间可以接受 头部还有一拳的空间 在这种溜背车型中啊,表现相当好 但是缺点呢,就是中间有个非常大的地台 并且它的后排座椅的海绵填路啊 也不是十分的柔软 是真操控还是尾运动 动力上啊,星月搭载的是2.0T搭动机 加8AT的变速箱 最大功率呢,是175千瓦 自然扭矩是350公里 在日常驾驶啊,升档都非常的积极 不会感觉到明显的动作 但是,急加速的时候 你会发现搭动机有个明显的爆发点 而且在低速的时候啊 由现在40降到30 电动箱啊,并不是很情愿的降挡 有一种拖拽感 那切换到运动模式 仪表盘界面也随着方向改变 变得更加战斗性的 那此时,搭动机和电动箱的响应 会更加积极 动力是会降随的 在操控方面啊 星月的方向盘矿量是比较小的 轻轻打动啊,车身就会随之做出一个动作 不过在急转弯的时候 或者轻轻飞线的时候啊 人的侧倾还是比较大的 它整体的悬挂调校还是倾向于舒适性 所以啊,它也是披着一个非常运动的外观 然后给你一个非常舒适的乘坐体验 而且啊,星月的坐姿很高 给不了那种非常战斗文化 在位置方面呢 我觉得星月坐的还并不是很到位啊 尤其是在发动机噪音合掘这方面 星月坐的并不好 在低速的情况下呢 我们能听到发动机轰轰轰的声音啊 在加速、急加速的声音 我们都能听到发动机 出来的噪音是非常大的 觉得这是影响星月的整体质感 觉得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一下 长安CS85 Coupe 哈佛F7X吉利星月怎么选 至于这三款车型怎么选呢 我觉得是各有优势 因为三个品牌啊 在目前中国都是齐头并进的 那长城呢 是做SUV出身 他在做SUV这方面 肯定是共有心得的 而且长安呢 这两年发展迅猛 南京发动机的好评也是入手 那吉利呢 通过收购了沃尔沃之后啊 吸大了相关的技术 包括这台车也是采用 2或20T的包装机 那在设计上 我觉得 星月是在这三款车里面最好看的 当然它的价格也是最贵的 那两款车型呢 相比在性价比上 会更有优势一些的 那既然都已经买这种 个性小众的 普贝SUV车型了 性价比肯定不是第一考虑的 所以啊 选择自己喜欢那台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评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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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